田妈妈和田妹妹 恭喜恭喜 祝大家新年快乐 年初二的时候 田妈妈和田妹妹在家一起用中文卡 砌了一条龙 大家看看 是不是很有趣 很多家长都会发觉 在家教小朋友中文字很困难 但其实可以用一些很简单有趣的方法 令到小朋友喜欢 认识到中文字 和学习到中国文化 现在田妈妈和田妹妹 介绍一下 一个很简单的灯笼 让大家认识一下 过年了 和家一切过年是最开心的 新年就比较特别 因为有COVID 今年特别在欧洲的小朋友 都会多了很多时间 留在家 和爸爸妈妈一起过年 帮大家做一个很简单的小灯笼 首先需要一张A科指 很多家人都应该有 需要一支 是呀 顏色笔 是不是呀? 红色的顏色笔 将A科指由红色 然后有剪刀 和双面膠指 就可以一起做一个小灯笼 是不是呀田妹妹 是啊 我们今天教小朋友做什么 田妹妹 做什么 几灯笼 你可不可以介绍一下 你刚才做了什么呢 做灯笼 叫什么颜色 红色 红色 那这张纸本身是A4 size的纸 那你将它用什么颜色 油了 红色 是的 油了红色 之后呢 你就要将它对摺 是不是呀 这样接着它 这些资料 你说如果你要拿什么 就是 教典 然后接着 开始 试开 小灯笼 小灯笼 这样 是这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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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逐格逐格这样展示 我们先给小朋友看 这样就 這裡逐格逐格剪開,我們掀開給大家看,好嗎? 這樣你就發覺,這樣就有很多格了,是不是? 如果這樣,就變成燈籃了 嘩,好看喔! 但我們首先用雙面膠紙把它黏起來,是不是? 是呀 乾媽媽現在剩些雙面膠紙給你好嗎? 好了,我們先剪雙面膠紙 這裡,我們先把雙面膠紙捏一邊 原來這裡,這裡是貼了雙面膠紙的 我們剛才貼了這個 然後我們就... 剪了膠紙,然後就把它摺,轉一圈 然後兩邊就貼好,是不是? 是呀 然後變成燈籠了 然後就變成燈籠了 我們就有兩個燈籠了 是不是? 是呀 其實就是這樣剪,剪,剪,剪 變成有兩個燈籠的了 就這樣了 我想下次我們也可以選擇釘書機,釘了它 這樣就會更實一點了 好嗎? 今天教大家做這個很容易的燈籠 就是這樣了 在歐洲的小朋友一樣自己可以在家製的 跟爸爸媽媽一起做就會很開心 新年快樂,拜拜! 祝大家心想事成 心想事成 心想事成